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粤文集团联合出品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33集 桑波暗中牵扯的势力 四品巫师 怎么又把巫师给牵扯进来了 这个案子太难了 仁宗现在是大凤的国教 到手是国师 这已经是至高无上的殊荣了 他们帮镇北王谋朝篡位的好处是什么呢 已经不可能再往上升了 满级了呀 所以巫神教参与的可能性更大 如果杀死赵献令的是孟巫 那么桑波暗背后的势力 幕后黑手 北方妖族 东北乌神教 徐清安喝了口茶 难掩眼神中的疲惫 倒也不是一无所获 至少现在能初步排除人宗 万卿有了些许进展 头儿 把这事儿禀告给卫公吧 李玉春点点头 也是愁容满面 我总感觉 庚子年尾 是大乱的开端 咱们只管破案 别吃着地购油的命 操国家设计的心了 徐清安拍了拍他肩膀 离开了衙门 回家天已经完全黑了 饿了一天 鸡肠碌碌 他吃完厨娘热好的饭菜 喝了灵月妹子 奉上来的牛奶 回到小院 倒头酒睡 第三天 徐清安在天光微亮时 骑马赶到衙门 正好看见街对面 穿黄裙的楚彩威 也骑着马 哒哒哒的赶来 他一手握着马匠 一手抱着怀里的油纸袋 半个白花花的包子露出来 随着马匹的颠簸 努力的像要跳出来 你吃吗 楚彩威 大方的递来一只包子 补充道 肉的 徐清安心里感动啊 不斥于听到许灵依 因为担忧自己 只喝了一碗粥 这吃货 把我当自己人了 徐清安接过包子 叼在嘴上 顺手把马匠 丢给门口的丽园 边吃边往里走 有什么线索 我问过了 宋青师兄说 排除宫中的部分法器 以及四天剑的法器 京城地界 能屏蔽忘切树的法器 大概只有佛门有 不是那些凡人的佛寺 是青龙寺 青龙寺 那个宝塔寺遗留下来的船长 徐清安既惊讶 又不惊讶 果然 佛门与这次的桑坡案 脱不开干系 四天剑 皇室 巫神教 北方妖族 镇北王 佛门 小小的一起桑坡案 竟牵扯出这么多的大势力 啃完包子 许清安让朱广孝和宋廷峰 去通知团队的其他人 在前院集结 许清安目前的团队 金玉堂 镇邪堂 春风堂 四天剑 楚彩威 府衙六名捕快 共计二十四人 敏山和杨峰两位银罗 负责核实公布的火药生产 使用记录 这是一项既繁琐 又废时的工作 许清安心里认定 火药不是出自公布 只是出于谨慎 依旧没有停止对公布的调查 今日要离京 在知道桑坡案中 牵扯这么多势力的情况下 许清安遵从内心的意愿 尽量带多一些人手 他先去了一趟皇城 其他人被拦在了皇城外 能与他携手一起走的 只有吃货出彩威 这姑娘是皇城常客 想来来 想走走 地位很不一般 张公主是不是赐了你一块玉佩 楚彩威点点头 唯有 许清安 套出临安公主赐的腰玉 得意洋洋的炫耀 有点眼熟 临安公主的 楚彩威叫呼了一声 许清安呢把昨天的事 讲给大眼睛姑娘听 嗯 我现在是临安公主的人 她可赏是我了 见掌公主不赐玉佩给我 她连忙给了一个 表示自己比掌公主更重视我 更值得投靠 他可真傻 楚彩威咯咯地笑起来 嘲笑临安 大哥莫笑二哥呀 你哪来的底气嘲笑表表 心里虽然这样想 嘴上却附和道 是啊 不是每个女子 都有彩威姑娘这般 冰雪聪明 楚彩威的鹅蛋脸 笑容愈发甜美 不多时 终于来到怀亲王府 镇北王的封号是怀王 又是远景帝的亲弟弟 因此 府邸名字叫怀亲王府 门前两尊汉白玉尸 中门两丈高 金色门钉排列有序 焦图门环都比一般 王公贵族的府邸要大 除了高端大气上档词 许清安再也想不出 其他的形容词 门口站着一列 直锐假式 神色肃穆 许清安亮出金牌 本官许清安 乃陛下钦点的 桑铺案主办官 有事要拜见王妃 速去通传 一味假式 瞥了许清安一眼 王妃不见任何人 请回吧 许清安 眉梢一条 正要责难 又听假式冷笑着补充 哼 这同样是陛下的命令 即便是长公主要见王妃 也得看我们王妃的心情 速速滚蛋 少拿鸡毛当领剑 许清安恍然大悟地 呕了一声 哦 原来陛下亲赐的金牌 是鸡毛 虽然亵渎陛下 犯了大不敬之罪 他单手按住 腰后的刀柄 本官现在有鸡男人犯 谁敢阻扰 格杀勿论 呛了一声 黑金长刀出窍半寸 气机波动传出 讥许清安的侍卫 知道自己说错了话 脸色微微发白 侍卫头子瞪了眼 口无遮拦的下属 朝着许清安走来 行走间 夹片哗哗作响 这位大人 王妃不在府中 去了何处 许清安坐在马背 屁腻着他 卑职只是个守门的 哪里知道王妃的行踪 不过他确实不在府中 今早刚出城 与你们也就相隔半个时辰 侍卫头子好言好语地说道 许清安微微汗手 态度强硬 本官现在要缉拿人犯 尔等若是不想背叛 包庇同僚 就助我拿下此人 他指着出口讥笑的假事 大人 侍卫头子急了 心里气个要死 但不敢发怒 诚恳说道 王妃确实不在府中 堂堂的亲王府侍卫 等贤王公贵族来了 都可以不给脸面 可对方手里握着金牌 又逮住了下属的把柄 侍卫头子只能以和为鬼 许清安这才相信 调转码头 带着楚采薇离开 许清安笑着试探 咱们这王妃有点意思啊 长公主都见不得 楚采薇不负众望 完全没有觉察到 许清安的试探 老实回答 王妃身份很特殊的 怎么特殊啊 这是秘密 楚采薇漏齿一笑 这些事你少打听 对你没有好处 说完他板着脸警告 不准用吃的贿赂我 为什么 因为我怕忍不住 他委屈地说道 今天的任务有三个 关于赵县令死亡的侦查 已经在昨晚有了 相对准确的结果 剩下两个任务中 见王妃没有达成 出事不利的许清安 觉得很干 他是一个 对待工作严谨认真的人 心情不好 绝不是因为缠王妃的美色 想一堵芳荣 王妃有特殊 这个特殊肯定不是颜值 还是指其他 既然他这么特殊 原警帝当年为什么要把大美人送给镇北王 还是说正是因为这个特殊 才让原警帝转赠了美人 许清安分神想了片刻 便把王妃抛到脑后 案子已经这么难办了 不能因为这些无关紧要的琐事 浪费脑细胞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